徐乃琳又來接手瓜哥主持的 健康談話性節目囉 10號出席發布會時 他當然是要來個下馬威的 感謝大家今天中午呢 波控蒂玲 我們這個 泰腕 不是泰腕 要接手 接手 傳神傳神 沒有 這一個不要講 開玩笑 因為瓜哥那麼熟 對不對 就是 心情好的乃哥 之後也跟媒體 自爆他的小女兒 即將生下寶貝兒子 自己這個月就要開心生格當阿公 不過說到明金城 因心肌梗塞促事的事 他很不捨也有感而發 剛才明金城的事情我蠻難過的 因為我跟他以前 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像紅白色皮什麼 他都是我們的來賓 我看到新聞才知道 小孩才這麼大 一個家庭的資助 碰到這種狀況 我們都覺得 真的 很不捨 他個性非常好 然後上節目很認真很認真的 那我一直都還蠻喜歡他的 這兩三年了 我們看到演藝圈了 其實來講很多 都是真的蠻年輕的 我也覺得奇怪了 像我自己 我很注重健康的 我去做大腸劑 我十年沒做了 醫生我出來 那院長跟我講 乃哥 你那個大腸 漂亮得不得了 乃哥的腳趟到身體量 你真的試過嗎 我沒有耶 我真的沒有過 唯一的一次血壓飆到180 說你一點不好 我都被你們惹的 哈哈哈哈 三天降不下來 大家一定要身體健康才好啊